大家好,我是美游小的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常菜 蒜蓉丝瓜的做法 先准备两个洗干净的丝瓜 把丝瓜的头部切掉不要 然后用削皮刀把丝瓜的皮削掉 在宿舍切开 把丝瓜切成长段放碗里 下来把丝瓜腌一下 往碗里加入一勺盐,翻拌均匀 放旁边腌10分钟 取个空碗,往碗里打入3个鸡蛋 再加入小勺盐,搅拌打散 下来煎个鸡蛋皮 把锅烧热后转小火 舀一勺鸡蛋液,倒入锅里快速的摊开 煎大约1分钟 咱们这个鸡蛋皮就煎好了 然后把鸡蛋皮卷起来切成丝备用 这个呢是提前泡软的粉丝 把粉丝切断放盘里 再准备多一些的蒜 全部切成蒜蓉,装碗里 红尖椒也切碎装碗里 然后在蒜蓉碗里泼上热好的花椒油搅拌 往碗里加入一勺盐,加入生抽 再加入终于尺油 加入一勺鸡精,搅拌均匀 盘里放入切好的粉丝 上面放上切好的鸡蛋皮 再把腌好的丝瓜整齐的摆放在盘里面 然后在上面浇上刚才调好的料汁 下来把盘直接放在蒸屉上面蒸 水开大火蒸5分钟就可以 好了,咱们这个蒜蓉丝瓜就做好了 色泽脆绿,味道鲜美,营养又好吃 做法还非常简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